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厚宜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中小企业打造品牌之路 建制一个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专属符码 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如何打造专属的识别符码呢 其实品牌可以说是企业开始发展的一个基础 而格局大小决定品牌的成败 就像连锁企业的SOP一样 建制完成后,变个大量的复制传递出去 因此打算永续经营的企业都应该打造一个专属的品牌 而打造一个品牌之前,必须要有的重要观念必须理清 第一,品牌要在所属的区隔的市场里面 有相对的大才有价值 消费者永远只记得市场中的前三大品牌 因此如何划定你要的市场大小就很重要 一般中小企业建议先锁定立基市场 当在立基市场闯出名号后 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更大的市场 例如奥图玛一开始锁定在家用的投影机市场 后来在家有的市场站稳后才扩大到商用的投影机市场 第二,品牌无法一时一刻建立 必须要有长期的规划 品牌不是想好名字,画好logo就完成了 而是要有策略性的将品牌打到市场上 并建立无可取代的地位 是需要投入时间与资源的 而一般的中小企业在没有很多资源的情况下 我们建议可以从本身创业的理念 优质的产品及贴心的服务等方面来着手 一步一步慢慢的建立 先吸引一群死忠的顾客 再透过口碑、行交的效应来逐渐打出品牌的知名度 第三,长期一致的定位是品牌策略成功与否的关键 也就是企业应该努力维持与定位相符的各项品质 例如网品集团旗下的各个餐饮品牌 有着中高低不同的价位定位 其所展开的商品品质、人员服务、餐厅的氛围 都有不同的品质设定,并且长期的维持一致性 第四,要占有消费者的记忆 则是需要不断的有效沟通及创意沟通 消费者通常是健忘的 你的品牌必须时常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并且结合时事趋势 透过创意的包装新话题 让品牌广被讨论 最后有多少能耐、承诺做多少事 并且让员工理解品牌的重要性 品牌对消费者而言 就是企业给予承诺的保证书 企业要维护本身的品牌商誉 就必须为自己承诺挺到底 因此在给予承诺之前 必须好好的衡量自身有多少能耐 另外企业的每一位员工 可谓是企业品牌的大使 一个品牌是否能够成功 端看企业的员工是否能够认同企业品牌 并且愿意跳出来担任品牌信念的传递者 每个企业成立都会有一个企业名称 但并不是每个企业名称都可以直接放在市场上操作 为了让企业能够在经营市场时更能得心应手 要能获得消费者的辨识与信赖 势必要做一些转换 而这些转换也就是打造专属的品牌符马 包括透过环境分析确认本身品牌的定位 建置容易被接受及辨识的品牌名称及文案 设计容易被记忆的品牌标志 最后再从内而外行速推广本身品牌的信念 来创造企业无法取代的无形资产 以下就以三个阶段来说明如何导造企业品牌 第一阶段品牌分析定位 此阶段主要是透过3C的分析 包括目标市场的顾客需求 竞争优劣劣势的分析 及本身拥有的资源条件 来决定对内品牌定位及对外的品牌主张 无论是品牌的定位或是主张 都必须要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发想思考 并且充分的反映出本身企业的核心价值 第二阶段品牌建置识别 此阶段则是透过文字图形声音等元素 透过有系统的包装 让目标市场的消费者 可以容易辨识和记忆企业的品牌 进一步认同企业的商品及服务 主要包括品牌的命名、slogan 品牌故事、品牌声音、品牌视觉识别等品牌建置的作业 而在建置的重点则是在传达品牌的信念之外 还要能够让消费者容易理解和记住 第三阶段品牌形述推广 当前面的品牌建置皆完成后 接下来便是展开对内员工及对外顾客的行数教育 对内可以透过品牌手册、教育训练、沟通会议等措施与工具 让品牌的愿景彻底的参透到员工的心目中 再透过服务顾客的接触点 将品牌的信念付诸实现 对外则可透过大众传播、商品包装、销售通路等管道 将企业的品牌主张传递给消费大众 而中小企业在没有广大的资源下 不太可能透过电视广告或是资件通路的方式 来达向品牌知名度 建议可以先从开发创意商品或服务 即透过数位的行销工具来行锁推广自身的品牌 只要懂得包装、推销 在有限的经费之下 同样可以产生很好的宣传效果 企业打造品牌是一条无紧致应的道路 但只要和社会大众打交道 就应该要好好的思考考虑 要如何来打造专属的品牌 并且长期来关注及维护品牌的资产 不管是小品牌、大品牌或者是国际品牌 每个品牌都有其独特的道路要走 也都各自拥有各自的品牌DNA 一个成功的品牌就一定要坚持维护品牌 对消费者的承诺 这才是企业打造品牌的永续之道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若对于品牌相关的文章有兴趣的话 欢迎上MKC网站浏览 我是厚宜 我们下次见